在今日总质询中 县议员陈鼠慧 针对南方澳断桥事件 希望公务处针对县内桥梁进行彻底建建及补墙 并且对于桥梁再重标示不轻 也希望一并改进 保障其他人行驶桥梁的安全 我们危险的桥梁一定要尽快争取经费 来做一个补墙 这样才不会缺少钱来花大条纸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很多轎当初在做有我们的考量 载重量也有我们的考量 施测的工程载重量 但是现在很多就是 像有在搜索 搓车车都在走 很多搓车车输了 没准受这种交通整个 所以这一点我要请我们公务处多加 多加挂那个告示牌 然后请我们警察单位多加的来执行 县议员李周中则针对鸟嘴潭土地征收一案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苦民所苦 尽最大的力量 帮助这些被征收户争取更好的补偿机制 真正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都不苦民所苦 我希望你 民主长 我们也不用用他鼓掌 这是共同为乡亲来打拼 这些百姓 这些乡亲 都是比较弱势的欺块 我们希望他们苦民所苦 将心比心 让他们结实所爱的费用 他们所依赖 要继续生活 都终不去 希望毕市长 你继续 继续 再来努力 县议员谢明萌 则针对民宿问题 希望观光处在执行上 能够更加谨慎 针对被冤枉开发的业者 应该要想办法来解决 还给业者一个公道 这次也特地特别给你提醒 我希望你会后 一定将我们的冤情 将会16万 我不要听着 你们一国都听了 整十万 16万一般的民宿业 就是要做卵务 你知道吗 所以我希望你这个民宿冤情的问题 能够寻求 请教我们法治市 跟我们县长来商量 这个可以行政 材料权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了解一下 在今日的总质询中 议员们针对桥梁安全 民宿 以及鸟嘴坛补偿金等问题 提出建言 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保障县民的权益 记者陈伟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